為了利益一切的友情,希望早日得獲得佛陀的果位一見的一個動機來聽管律的這個課程。 好,那上次我們已經講到了這個就是寺墨還有呢,節身。 已经上到了第几页了 176页 那死末还有解身的意思就是说 死的时候呢 怎么讲就是 临死前还没有死亡 还没有死亡 就是临死前呢 就是有三种不同的心 以三种不同的心而死去的 第一呢 就是善心 善心的死者 第二呢 就是不善心的死者 第三就是无忌的心 那无忌的心呢 大部分呢就是在这个 善和不善的心 这些心它怀灭之后 那最后的一刹那 也就是说 最威胁的时候 最威胁的时候呢 只有这个无忌的心 那个时候 这个无忌的心 就是没有办法 产生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 这个善心和不善心呢 它就是 延续下去 那最后这个 最后的那个刹那的时候 那只有无忌的心 所以呢 这个是说明 死心当中的 善心和不善心呢 是初分的心 是初分的心 没有一个什么 就是威胁的这样的一个心 那属于 威胁的死心的话 那只有无忌的心 也就是说最后那个刹那的心 就是威胁的心 那还没有就是什么呢 到最后 也就是说 没有什么 就是到最威胁的 这样的一个心的刹那之前 我们呢 就是 有两种的心 两种的心 也就是说 善心和不善心 那如果 就是能生起善心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就是 状态下能走的话呢 那我们一定会投心到 就是 善去 那 那相反的呢 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 就是说 不善心 自己的心呢 当时自己的心 心的这个方向呢 它就是 转到一些 没有意义 也就是说 仇恨 或者是 嫉妒 或者是 等等 什么什么 这样的方面 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 什么 走掉的话 那 一定会什么 投身到恶去 三恶去当中 所以呢 关键是在于 还没有到 最后的 一刹那 或者是 最威胁的 这件死心的 前提 我们必须 就是 要做好准备的 死磨 是这个意思 那 洁身 就是 下面会 谈到的 那 然后 最威胁的 这个心呢 今天要看的是 我们 要看的是 就是 死心呢 有两种嘛 第一 苏芬的心 第二呢 威胁的死心 那 威胁的死心 它什么时候 会产生呢 请大家看一下 善心死者 也就是说 最威胁 到最威胁的 这样的死心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善心 和不善心呢 因为善心死者 是属于粗祥事 若 细祥行时 善心 几舌 它 必须要什么 怀妙 就是怀妙 怀妙的意思是说 它会什么 那个时候 它会慢慢慢慢的 那个初心 它会 慢慢慢慢的 变成一个 无际的心 之前 它是一个什么 善心 那慢慢慢慢的 到 威胁的心 的死心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 无际的心 无际的心 助无际心 以 予 而始 予 曾起 善意 不能 意 他意 不能 令其 意念 那 那个时候呢 我们没有办法 自己 在相续当中 就是让自己的心 升起一个 善心 或者是 他人 就是坐在 我们临死的时候 就是临终的时候 坐在旁边的人 他们也没有办法 让自己的心 转变一个 善心的 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善心 是他属于初详史 他是属于一个 初分的心 那什么叫做 初分的死心 什么叫做 威胁的死心呢 不善意耳 那不善心 也是 同样的意思 那为什么 善不善心呢 善不善心 这连着 为什么 到最后的 那一刹那 他没有办法 延续下去呢 故细祥行时 一切死心 皆是无惧 皆是无忌 那个时候 到最后的 那个刹那的时候 死心 都是无忌 无忌的 根据呢 世青菩萨在 巨蛇式 说 善不善心 形象明了 因为呢 为什么他们是无忌的呢 这个时候 为什么是无忌 为什么 没有办法 产生这个 善不善的心呢 因为善不善的 所有的心 他们 呈现对境的时候 都是很明炼的 很明炼的 所以这些明炼的心呢 就是没有办法 在最后的那一刹那 最 危气的那个时候呢 他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必须要他会 必须呢 会什么 灭掉 不能什么 随顺 单断死心 不能随顺 单断死心 但是呢 这个 前面出风的时候的 善不善的心 后面的这个 最后的 无忌的心呢 它是什么 不断的 就是相连的 它的什么 就是 蓄留是不断的相连的 不是一个什么 中断 而 什么 偶然的就是 产生一个 无忌的这样的一个心 那如果 中间是断掉的话 那 应该说是什么 没有前身 或者是没有来生 这样吧 所以呢 他特意的提到 不能随顺 当断死心 他不会断掉的 那延续的 再延续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阴 那最后呢 就是中阴 什么 接下来就是中阴嘛 对不对 好 那人死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暖 身体的这个暖呢 它从何处收摄呢 第三 从何收摄者 从何摄暖者 这个呢 就是有两种 有两种 第一呢 造不上者 事与 所依从 上分舍 上分 怎么舍呢 怎么收舍呢 上分 先灵 就是慢慢慢慢地变成 就是灵兵的 乃至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心间 一直到我们的心间 造不上者 意思就是说 造恶的这个业力 很重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的就是 恶业很重的 这样的不得结罗呢 它死的时候 死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 什么意识的这个暖 它就会从 我们的上半身 慢慢慢慢慢慢地 就是收舍 收舍的意思呢 它就变成 从我们 我们上半身 它会慢慢地变成 这灵兵的 一直到 我们的心间 那然后 就是从 我们的下半身 慢慢慢慢慢慢地 就是灵 变成灵兵 一直到什么 就是心间 最后就是心间 收舍的时候呢 它就是 收舍在我们的心间的这个意识当中 就是意识 最后 那相反的 造善 就是造善业者 自下分舍 下分灵 下分先灵 二者 去从心 从心处 从心处 是舍 那相反的呢 就是 如果我们 就是平时 认真的 行善的 这样的一个 不得起落的话呢 那它 就是 灵中 就是死的时候 那它的这个意识的 就是从 下半身 就是从脚 这样呢 慢慢慢慢地 就是 变了 一直到心间 那然后 从上半身 就是慢慢地 一直到什么心间 这样的 二者去 从心间 那最后呢 不管是 什么 恶业 其中的 菩萨球 或者是 什么 善业 有极大的 善业的 这样的人 那最后呢 收射的 这个 这个 卵 它会收射到 这个我们的心间 心间 是 为什么 最后会收射到心间呢 是最初 脱鞋 之中 是最初 脱鞋 鞋 之中 己 脱鞋 斜鞋 这里面 指的是 尾 肉 心 我们所讲的这个心中心中就这样嘛 对不对 意思 意思就是说 我们 刚 投胎的时候 我们的意识呢 它就是 透过 赋金 蒙血 而会 投入到什么 我们的意识呢 就是 投入到这个心间 它的原因是这个 原因 收射的时候 就是 临终前 收射的时候 暖收射的时候 为什么 会收射到心间呢 因为我们 最初 投身的时候 就是 我们的意识 投胎的时候 就是 透过 赋金 蒙血 它会什么 什么呢 它会进入这个肉心里面 心间 所以呢 收射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收射的时候 暖收射的时候 也必须 不管是从下半身 收射 或者是上半身 收射 最后呢 它也就会收射到 这个心间的意思 最后收射 只是 最初 托 就是 一样的意思 那 如是 先 从 上身 收 暖 至心 上身 如果是 造恶 击重的话 它会从上身 就是 摄暖 一直到心间 或者是 从下身 收暖 之心 持续 未说 从下 或者是上 意识 之心 当然了之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呢 没有什么 在经典当中 没有什么明确的说明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最后 就是 摄暖的这个位置 就是心间 就是心间 意思就是这个吧 人 兰 类 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就是 就是普特切洛的暖,它慢慢地收射之后, 那我们就会死亡。 那死亡之后,接下来是回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他就会讲到,接下来就讲到就是中有。 我们一般讲的中医, 玄奘法师他翻译出来的, 这个名称就是中有。 那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在讲中阴, 那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中有。 这个名称不管是中有或者是中阴都是一样的。 好,那接下来呢,第四个科判, 死后承办中有之理。 那这个呢,可以从什么十四个段落来做解释。 那第一呢,我们死后,死完之后, 不特切洛死完之后,我们的心事是从哪一个地方离开呢? 如前所说, 如前所说, 是从何舍? 急于鼻处,无间而成, 死于中有, 如趁低安。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心事, 我们所谓的这个我, 就是我们呢, 一般都会讲我死了, 对不对? 我死了, 还有呢, 我的身, 我的手, 我的头, 等等。 那我们就是不观察, 不分析的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都会以为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五蕴是我们自己。 但是, 当我们呢, 去仔细地去观察的, 研究的话, 在这个字面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我和我的身体, 是什么呢? 完全是不同的。 怎么看出来呢? 我的身体, 对不对? 我的意识。 所以呢, 我的, 我只不过是跟这个意识是有关系, 有一点什么, 有的关系。 但我, 它不是意识, 意识也不是我。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我呢, 它一定是会有一个其他的, 既不是身体, 又不是意识的, 它有一个其他的一个不特性, 真的。 我们这个呢, 可以从这个字面上都可以看出来, 我和我的意识都是不同的。 虽然这两个连者呢, 之间有关系的, 但是, 这个我呢, 就是, 它有一个另外的, 另外的一个东西, 根本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意识, 也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身体, 也不是我们的这个五蕴。 所以, 我们都要去什么, 就要好好的去思考, 好好的去思考, 所以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的心呢, 它是从哪里离开的? 因为我们投身的时候, 就是经过, 什么父亲猛血, 儿头肉到什么肉心当中, 肉心, 所谓的这个肉心呢, 它其实真正不是什么肉啊, 它是一个怎么讲就是, 命教当中呢, 有一个名字, 就是明点, 红白明点, 红白的明点, 非常非常的威系的一个, 威系的一个色法, 它就会投身到见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离开的时候要我们的意识, 也会什么意识和所谓的这个我呢, 它会从这个什么, 就是从这个什么, 就是明点当中, 它就会离开, 所以呢, 所谓的这个死,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意识, 什么时候从这个, 红白的明点, 当中离开的时候, 那一刻就叫做死, 就叫做死, 那死了之后呢, 什么都没有吗? 不是这样的, 死于中有, 死那接下来呢, 就是中有, 中有和这个死之间, 是不断的, 就是无间而成半的意思, 为什么是间无间而成半呢? 比如就是称低安, 比如说一个干称的话呢, 这个干称的另一端, 就是抬起来的时候呢, 另一端同时, 它会什么? 怎么讲? 这个怎么讲? 趁低, 趁低安, 对, 安起来, 这个意思, 一边, 什么, 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一边它同时会什么? 啊, 晚下, 对不对?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死, 死完和中有, 是同时, 是同时的意思, 没有中断, 这个之间没有中断,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中心啊, 我们死完的那一刻, 就是中心, 就是中心, 好像是人离开了这个什么房间一样, 你一到这个什么, 门的外面, 就是中阴, 跟这个一样的。 那这段话呢, 总的来说, 我们走的时候, 就是从什么呢? 啊, 我们的, 什么? 啊, 就是红柏明点破裂之后, 我们的意识, 就是从这里开, 就是离开的, 那离开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嘛, 也不是, 这离开的那一刻, 就是我们的中阴, 就是中阴的意思, 这个呢, 这个呢, 譬如是, 啊, 什么, 啊, 秤低啊, 就是跟这个一样, 就跟秤一样。 好, 那接下来呢, 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啊, 我们的意识, 就是从, 我们的心体, 这个里面呢, 离开的时候, 啊, 如果是中阴的话, 那中阴的阴有, 啊, 有几种呢? 接下来就会讲到中阴的阴, 啊, 啊, 五十, 第一, 就是他有两种, 啊, 这个呢, 之前讲到了嘛, 有两种, 第一, 就是对自己的, 啊, 就是对自己, 生起, 生起一个贪着的心, 对不对? 贪爱的心, 这就是什么? 中阴的阴, 那第二呢? 吾时乐着, 戏论以熏习故, 上不上也以熏习故。 那为什么? 啊, 啊, 又讲到了一个什么? 啊, 啊, 吾时以来, 啊, 啊, 对什么?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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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心呢? 因为啊, 啊, 我们凡夫, 还有呢, 就是圣者当中的, 一来者, 还有呢, 就是什么? 上面也讲到, 一来者还有什么? 啊, 对啊, 预留, 还有呢, 一来者, 圣者当中的, 对啊, 那这些, 都是, 啊, 什么, 死的时候, 就是临死的时候, 对自己的, 什么, 啊, 对自己会产生一个他爱的心, 他爱的心, 但是所有的, 不特切了, 都是这样吗? 死的时候呢, 都会对自己产生一个他爱的心, 然后这个他爱的心, 就是, 营生了什么? 中阴, 这样吗? 就是不一定的意思, 不一定的意思, 因为呢, 就是, 身为的这个圣者, 就是还来, 不还来, 对啊, 不还来者, 不还来者, 他是一个, 什么, 已经断除了欲界当中的, 反倒的一个圣者, 一个圣者, 因为他已经断除了反倒, 什么呢? 就是欲界的反倒, 所以呢, 他, 死完的时候, 对自己, 不会生起一个他爱的这样的一个心,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的中阴, 他承办中阴的时候, 这个中阴的阴是什么呢? 所以呢, 就讲到中阴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心, 就是阴, 这个阴呢, 就叫做什么呢? 这个阴, 就是, 这位圣者, 他之前, 就是, 生前, 对, 什么呢? 三摩地, 也就是说, 摄摩他, 或者是, 痞婆舍那, 对这些, 就是, 一个欢喜地建立一个心, 欢喜地建立一个心, 所以呢, 有这个心, 他就会什么? 以这个心, 他会就引生, 什么, 成半这个中阴的意思, 中阴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不是一个, 什么, 贪心啊, 不是一个贪心, 他好像是一个善心, 是一个善心, 因为呢, 这个心, 是一个什么, 对三摩地的欢喜的建立一个心嘛, 因为, 他之前呢, 对三摩地的修行, 是非常的有这个创洗的, 有创洗的, 所以呢, 他死的时候, 也对这个什么, 三摩地是有非常的, 猛烈的, 这样的一个欢喜心的状态下, 他就会死去,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欢喜心, 他能引生, 这, 这为什么, 啊, 不还来圣者的这个中阴, 所以呢, 有连种, 有连种啊, 中阴的阴就是有连种, 好, 那接下来呢, 啊, 到了中阴之后, 那所谓的这个中阴是什么样的一个, 啊, 不特齐轮呢? 它是属于, 啊, 我们所谓的这个六区当中的, 是不是属于六区当中的, 或者是, 这个普特齐轮长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什么样的呢? 所以呢, 第一, 他就会提到什么, 中阴的这个普特齐轮的形态, 也就是他的, 嗯, 相貌, 他的相貌, 有词中有, 演等, 演等, 演等珠根, 西节王句, 西节王句, 啊, 单身何去, 吉比, 身形? 啊, 首先, 大家看到第二句啊, 第二句看一下, 那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展相呢 它的这个展相 中阴的这个不得其罗的展相呢 就是当身何去 即比身形 意思就是说 当身何去 也就是说 这个菩提罗呢 它即将投身到 哪一个去的中阴的话 那这个中阴的形象 也就是跟它将来投身的这个 就是上恶道的这个什么 菩提罗的就是展相是 一模一样的意思 那比如说 即将投身到 人道的 建立一个中阴的 有情的话 那它的展相 跟人道的展相 跟人的这个展相 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那同样的呢 就是 即将投身到什么 恶去 比如说畜生的 这样的一个 畜生道的这样的一个中阴的话 那它的展相 这个中阴的 有情的展相 跟畜生一样 跟畜生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这个呢 是中阴的 有情的 这个展相 它的相貌 那然后接下来呢 就会谈到 中阴的 这个 有情的 这个特色 就是它的特征 特征呢 有四个特征 有四个 四种特征 第一 盐等诸根 稀结婉拒 第一呢 就是 诸根具备 诸根婉拒 也就是 它有盐而鼻舌 都有的意思 就是 什么 眼根 等于这个五根 全部都是 什么 全部什么 全部都是具备的 对啊 全部都是具备的 第一是这样的 那第二呢 第二呢 就是 言无障碍 第二呢 言无障碍 他的眼睛 言无障碍 为什么没有障碍呢 他所看到 他想看什么 都能看到的 什么都能看到 为什么没有 这样的障碍呢 优如天眼 但不是天眼 就是好像 这里面呢 为什么说 优如天眼 为什么没有说 他的天眼 这个呢 我们就是 看书的时候 一定要 就是要去分析 要去研究 为什么 加了一个优如 没有直接说 他的眼睛 是没有任何的障碍 因为他是 他的眼 已经获得了 天眼的这个功德 为什么这样 没有讲 优如天眼 所以呢 中阴当中的 每一个友情呢 都有 就是天眼 跟天眼一样的 建立一个眼睛 建立一个眼睛 但不是天眼 如果是天眼的话 天眼呢 必须 必须呢 以 射魔它 还有呢 就是直观双运的因 而获得的 天眼呢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 如果 没有升级直观双运的话 没有办法获得天眼 没有办法获得天眼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呢 我们想要获得天眼的话 首先 必须要断出 欲界当中的烦恼 欲界当中的烦恼 所以呢 天眼是 不是那么容易 容易真的 容易真的 那第二个特征呢 它的眼睛 就是优如天眼一样 没有什么的障碍 都能看到的意思 都能看到的意思 但是这里面呢 要注意的一点 是什么 它所看到的 中阴的友情呢 只有跟它 同类的 就是来生会投身到什么 同道的这样的一个中阴的友情 比如说 嗯 它的来生投身到什么 人的这样的一个中阴的友情的话 它在中阴的时候看到的友情 只有跟自己一样的 就是同道的这样的一个中阴的友情 那其他的呢 就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没有办法看到的 这个就是 他看到的 能看到的 友情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这样的 那第三呢 生 它的生 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 生无障碍 如具 神通 好像是具备了一个神通一样 就是化神通 对不对 这里也加了一个什么 如具神通 好像的意思 没有说是真正的神通 就是好像 好像是获得了 就是变化的那个神通一样 它自由的就是来回 自由的来回 那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吗 这个也是并不一定的 比如说 具有说是金刚座 还有呢 就是蒙胎 这两个地方呢 它没有办法进去的 没有办法去的 第1 第2 第3 第4 第4呢 没有讲到 所以呢 世青菩萨在 巨石论当中说 为当本有性 为当本有行 本有呢 下面会讲到的 四有当中的本有 此为此以前 身刹那以后 同类近眼见 第一个 中阴的四个特征当中呢 第一 就是同类近眼见 就是 它的眼睛的特征 第二呢 巨叶 神通力 第二呢 就是 它的身的特征 身的特征呢 它好像是有一个 很大的业力的神通 这里面的讲的呢 可以说是 业力神通啊 可以说 它的名是 业力神通 但不是神通 不是神通 就是具有业力的神通的身 第三个特征呢 就是 根权无障碍 根权无障碍 就是 根权的这个特色 第四个特色呢 不转为 为选相 不转 不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到了中阴之后 那 你的 就是 来生 投心的那个 什么 投心的这个 什么 投心 就是投心的这个 恶趣或者是什么 上去呢 都已经注定了 没有办法转变的意思 没有办法转变 任何的业 都没有办法转变 任何的加血 没有办法 你转变到 另外的一个地方去投心 没有办法 所以呢 就叫做 不转 不转 这个呢 就是 夜的特色 中阴 中的 夜的特色呢 就是好像是 箭 或者是什么 子弹 就是射出去的一样 没有办法转变的 没有办法转变 夜力 这个就是夜力 所以呢 称之为 选项 这个呢 一般这个 中阴的 它的名字呢 有四种 第一就是中阴 第二呢 选项 第三呢 什么 还有一个 现在想不起来了 就是 总之呢 有四个名字 它有四个名字 四个名字 不管是叫 寻项 或者是石项 或者是什么 中阴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个 四种特色 就是中阴 有情的四种特色呢 第一 是什么 就是静炎剑的 同类静炎剑的特色 第二呢 就是 眼睛 就是眼睛无障碍的特色 第三个特色呢 身无障碍的特色 第三个特色呢 就是中阴当中的夜 没有办法转变 就这样的一个特色 比如呢 子弹 或者是剑射出去的一样 没有办法转变的 这个是一个解释 已经解释了 已经解释 即修所得 离过天眼能见 成半何去中有 此定不可转去余生 不可能转到 另外的一个 什么 就是神的意思 神的意思 这个是小城的宗派 以什么 不是 世青菩萨呢 就是以小城的宗派 小城的这个主张来讲的 一个 就是 他们的一个想法 小城的 小城 我这里指的是 小城的宗派啊 不是小城 小城和小城的宗派呢 有 有差别的 小城的宗派指的是什么 皮婆沙宗 还有呢 金布宗 就是说这连者的 宗义者 就是 小城 小城宗派 那所谓的 那所谓的这个小城呢 是身为 独觉 这两者是小城 所以呢 小城和小城的宗派 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 小城的宗派者 也有 大城 大城的菩萨 也有什么 神为 也有 独觉 也会有 菩萨 都有的 那比如说 说 金布金的宗派者 当中呢 他也有 神为 神为 也有 独觉 也有 大城的菩萨 大城的菩萨 所以呢 这两者呢 应该要什么 搞清楚啊 好 那这段话里面呢 就讲到了 两个东西 第一呢 中阴的友情 他是长的是什么样子 第二呢 中阴的这个友情 他的四种特征 四种特点 身的特点 眼的特点 根的特点 还有呢 什么 夜的特点 夜力 这个特点 所以呢 就是说 可以这样讲 那简单的话 根的特点 眼睛的特点 身的特点 夜的特点 就是三种 四种 四种特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什么 确认一下 中有 这个友 友呢 到底有 几个分类 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 只会提到三有 对不对 三有指的是什么 就是三界嘛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这三者呢 就是三有 但是今天在这里面呢 会讲到一个四有 四有 四有 指的是呢 就是中有 深有 本有 四有 这四种呢 就叫做 什么 四有 那其中 中有的意思呢 中有指的是什么 所以呢 这段话呢 就是在确认四有 确认四有 因为上面讲到了 这个中有 中有 这个时候呢 友友 友是什么意思 他就什么 做了一个分类 这个友呢 他有四种 就是四有 好 本有 本有者 所谓的这个本有者呢 据色类当中说 总说四有 这个不是说 本有有四种啊 就是 意思就是说 谈到本有的时候 那据色类当中 就是 以本有为主 那再加上 其中的 就是其余的三有 所以呢 他就讲到了 这个四种有 四有 那四有当中的 首先第一有呢 就是中有 中有指的是什么 死以 陌生 之后还没有投身 这个中间呢 中间的友情 就叫做中阴 中阴 中阴 那什么叫做 由生有呢 当 正受身 出一刹那 是为生有 我们在中有当中 就是最长的寿命 就是七七四十九天 然后呢 一定他会投身的 一定他会受身 就是受身 也就是说 以这个什么 太身的方式来讲的话呢 他就是 什么 进入 这个 红白的明白当中的时候 明点当中的是 第一刹那 第一刹那 就是他的身有 这就叫做什么 第一刹那的 这个友情呢 也可以这样讲 就是这个 菩提约 从中阴 就是 投身的第一刹那 投身到母亲的 就是 什么 子宫当中的 这个第一刹那呢 就是叫什么 就是 身有 这个人 就叫做身有 这个菩提约呢 叫做 身有啊 叫做身有 身有 这个是第一刹那 那第二刹那开始呢 从 此第二刹那 乃至 死有 最后刹那 以前 那 投身的第一刹那 是身有 从第二刹那 开始 一直到自己死 死亡的位置 这个中间呢 都是什么 本有 本有 也就是说 我们 就是 投身 那 然后 刚出身 那 然后什么 成长 那 什么 就是 这样嘛 就是 这个过程呢 一直到死 这个过程的 不得起落 都是 生有 都是生有 就是 从 婴儿 到年轻 什么 成长 年轻 老 死 所以呢 这些过程的 不得起落 都是 生有 比如说 刚 生下来的 这个婴儿 它是 生有 那 它 投身 第一刹那 的时候 在 胎中 的时候 第一刹那 这个 普特起落 呢 它是 本有 它是 生有 它是 生有 对啊 讲错了 它是 生有 那 然后 第二刹那 一直到 它的死亡 这个 之间的 不得起落 它是 本有 那 零中的 最后的 第一刹那 就是 死有 就是 死有 第一刹那 刚才 讲过了 最后的 一刹那 它是 一个 非常 威细的 一个 非常 威细的 一个 这个 时候 的人 他还 没有 死 还 没有 死 他 他的相续 他的心事呢 还没有 离开 还没有 离开 这个人 因为呢 死心在嘛 对不对 死心 只要 死心 不管是 粗分的 或者是 细分的 死心 只要是 存在的话 这个人 就是没有 死 你不管 是在 外面呢 有没有 他的什么 能不能 呼吸啊 有没有 什么 他的外面 的这个 气 有没有 断 不断 就是 不管 只有 他的这个 死心 存在的话 他就是 没有 死 那最后的 这个 威细的 死心 的时候呢 那外面的 气 必须要 断 没有 什么 的 气 好像是 我们这样 看来的话 好像是 死人的一样 好像是 人死掉的 一样了 所以呢 有一些高心呢 就是在 这个时候 他就是 入定 对不对 就是在这个 修空性嘛 在这个当中 他会什么 就是安住 七天 九天 或者是 二十多天 这样的 我听说呢 最近我们 尔布洛瑟里呢 有一个长老 他就完生了嘛 所以呢 他一直在 这个什么 有一个 这个怎么讲 赞尾的话 就是图当 已经是十多天了 他还没有死 怎么讲 这个 听说 他还在 这个什么 安住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定的当中 这个定当中 就是 苗里康千 路线里呢 有 二十五个 康岁嘛 那这个 长老 他是 苗里康千 的一位 长老 他就是 死了 已经是 好 好几天 那还是在 安住 在这样的 一个 定的当中 那听说呢 就是 他的身体 还有呢 就是连 都是跟 以前 没有死的 一样 都是这样的 所以呢 外面的 这个 气 断掉之后呢 我们 不能 不一定是 这个人是 死掉的 因为 就是 还有一个 威系的 这样的一个 死心 他会存在 他会存在的 只要是 这样的 心存在 这个人 就没有死 就是说明 他是没有 死 所以呢 有一些 高兴大德呢 他就是 在 灵中 的时候 就是 思维 空性 思维 无我 思维 什么什么 等等 这样的一个 深奥的 法 就是 法类 所以呢 他最后的 这个 死心 的时候 他就会 安住在 空性 当中 或者是 无我 或者是 密法的 就是 一些 妙法当中 他就会 什么 一直到 十五天 二十多天 这样的 二十多天 大家曾经 听说过 西藏的 就是 有一位 叫 拉林巴 大师 他呢 就是在 这个 什么 安住了 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 所以最近呢 就是 有见的 一位长老 就在 这几天 他还没有 死 真的还没有 死 第五呢 那 接下来 就是要谈到的 就是 第五 第五个科判 第五个科判呢 就是 对于 这个 四游当中的 本游 有一些 就是 误解嘛 有一些误解 所以呢 就是 断出 误解 所以 就谈到了 两个科判 接下来 两个科判 就是 断移 此 万将 万将来 受生之死有 至其本游 意思就是说 这个本游呢 是 什么呢 就是 我们的 这个 受生之前的 这个 死的前面嘛 他就是 死有的前面 对不对 他是 他是在死有的前面 所以呢 有物解 辞说为 身有 什么 前身的 前身的行 身形 我们 我们看书的时候 看书的时候呢 要最主要的 就是有一点 大家要注意的 要一点 就是要 最关键的是什么 首先 这个根本科判 我们不能 不要让 这个根本的科判 就是离开自己的 这个思路 根本科判 那今天这个根本科判 是什么 就是中有 在讲中有 根本科判 它是中有 然后讲中有呢 从 十四个段落 的角度 来讲 解释这个中有的 所以呢 我们 就是看书的时候 这个中有 不能离开思路 不能离开思路 不管是你 什么 看到 什么样的 就是 科判 中有这个当中 有十四个科判的话 你一直 把这个中有的科判 必须要什么 放在前面 在这个基础上去 看书 所以呢 这里面 大家看一下 有一些人说 这个中有是死有 什么受生死前 这个中有呢 就是我们的来生死有的前面嘛 所以他们说 这个中有的友情的展现呢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本有的 就是前身的这个长相一样 他是这么长的 比如说 我们死去的时候 那这个中有的 他的形象是什么呢 他的长相是 如果我们是人的话 那中有的这个友情 他的长相就是跟人一样 前身一样的这样 所以呢 这是一个误解 又有一件说 是后行故 说三日 什么呢 说三日半为前身行 四三日半为后身行 所以说 全无清净根据 为尽真指 为尽真指 那有一些人说 是什么呢 这段话的呢 总结的话 总结的话 他就是在探讨 在研究什么呢 因为上面呢 我们已经讲到了什么 中有的友情的长相是什么 那现在就是在断移 有两种的就是误解 第一 有一些人说 他是前身的长相 有一些人说 是来生的长相 那这两者呢 他们说 中阴的寿命的长短 三天三日半是前身的长相 三日半呢 就是来生的长相 他们是这样讲的 那这三种的说法呢 长相跟寿命的 这样的说法呢 都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根据 没有一个正确的根据 那意思就是说 这是一个误解 这是一个误解 好 那接下来呢 第六 第六呢 另有对中有之想的情况误解 又有一个误解 说是不助故 与前世生不起欲乐 故有说云 见前世生而生忧苦 亦熟真意 亦熟真意 这个也属于什么呢 这个也属于真意 这个真意就是一个斜见 一个斜见 因为刚才 就是 承许中有的 有钱的长相 是 什么呢 前身的这个想法 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 不助故 是不助故 因为中有的时候 这个是意识 因为呢 它不是什么 什么本有的这个意识 本有的意识 就是本有的意识呢 它一直不断的 就是连接到这个中因的这个什么 有情的相续 所以呢 中有的这个意识 它是因 中 不是 本有的意识呢 它是因 中有的意识呢 它是国 国的时候 中有的 中 本有的 这个意识呢 它就会怀灭 没有住的意思 不住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一个 就是误解 要断出的意思 那第七个科判呢 第七个科判 那中有 中有当中呢 就是 他们的心里面的这个呈现呢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显现 比如说显现一个东西 他们看到什么什么东西 见的时候 他们的心目当中显现 是什么样的一个显现呢 第七 做上不善的中有 做上不善的中有 所现的影响 造不善者 所得中有 如 如 黑闹光 或者是 阴暗夜 做上中有 做上中有 白衣光 或者是 什么 其明夜 意思就是说 就是 恶业 击重的 这样的一个中有的话 那 他的呈现呢 呈现呢 都是黑暗的那样 就是黑暗的 那如果是 自己 的前身呢 就是 一位什么 非常认真的 就是认真的 造上的 这样的一个 菩提摘 那 到中有的时候 那 他的这个呈现 也就是说 头脑 这个清洗 非常清洗 就是好像是一个 嗯 就是 明炼的一样 对不对 就是明炼的 夜色中的一样 好 那有建立一个 现象的话 呈现的话呢 那 他们是 看到 怎么看到的 也就是说 这个呢 就是在解释上面的 他的 他的这个 见 他的这个眼的特色 眼镜的特色 那眼镜的特色呢 就是 其见之理 那眼镜 所看到的 他 会看到 什么样的东西 对不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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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同类中有 己 见自等 哦 所当身处 那这个你已经讲完了 那第九 哦 哦 第九呢 哦 如果 哦 也就是说 既然呢 哦 这个中有的友情 他们的长相 是跟 自己将来 投身的那个 呃 友情的这个长相 一样的话 那 他的颜色 是什么样子呢 中有的颜色 入胎均匀 地狱中有 如 如烧雾母 旁生中有 起色如烟 恶鬼中有 色如 色相如水 人天中有 形如 金色 色界中有 其 色先百 此是 颜色的差别 那这个呢 不用讲吧 啊 就是既将 投身到地狱的 建立一个 中有的友情 他的颜色呢 黑色的 那既将 投身到 出身的 这样一个 中有 有情的话 那这个 有情的颜色 就是好像是 什么 烟的颜色一样 就是 黑蓝色的 那 恶鬼的中有呢 这里面讲的 恶鬼的中有 恶鬼呢 要放在 后面 不是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字 不要放在 后面 意思恶鬼呢 即将 投身到 恶鬼的中有 必须要 这样讲 解释的时候 即将 投身到 恶鬼的中有 这个 有情的颜色 好像是 水一样 即将 投身到 天人 人 或者是 天人的 这样的 中有的 有情呢 他的颜色 是金色的 就是黄色的嘛 好 那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那 既然 就是有 我们说 这个中有 是存在的 那如果 中有 存在的话 那中有 是从什么 地方 来到中有 三界当中 什么地方 就是说 欲界 欲界的人 欲界的 普特切罗 死了之后 他会到什么 中有 还有呢 无色界 色界 从什么样的 地方 能什么 来到这个 什么中阴当中呢 从无色界 陌生 从无色 陌生下 陌生 下 二界 则有 中有 则有 中有 从无色 从无色 对啊 看赞文的话 就是从无色 二界 死亡 死亡的时候 死亡 死亡嘛 对不对 死亡的时候 那就会 投身到 下面的 连者 连界当中的 这个 什么 中阴 那这个说明 是什么呢 下连界 有中阴的意思 有中阴 有中阴 这个说明 是什么呢 我们要抓到 他的 这个 主要的内容 有中阴 那 这个呢 还有 后面有一个 他也什么样 给解释呢 从无色 界 投身 下连界 的时候 就有 下连界的 中阴 这个说明 背后有一个 什么样的 情况呢 无色界 根本没有中阴 的意思 后面要 建的一个 连界 所以呢 我们去 考虑这个 就是看书的时候 都必须要 要从两个方面 去考虑 从两个方面 去思维 那然后把这个 含义 结论下来 不要什么 做一些字面的 解释 建下去 那 然后 若从 夏二 应该 这样讲 身 根无色 则 则无 中阴 这个讲过了 如果是色界 欲界和色界 从欲界和色界 投身到五色界的 这些中心的话 那它根本没有 什么 中阴 为什么呢 中阴 它是一个 具有五根具备的 普特杰罗 五根 是什么呢 它是色法 所以 无色界当中 根本没有色法 所以呢 没有什么 中阴 于何处 末 末就是死末 急于 其处成 无色运 无色运 刊为根据 朱 教 殿 中 除此而外 莫说 于无中 有之列 故说 上下 五间 上下 五间 皆 无 中 有 上下 五间 皆 无中 有 一部 英里 一部 英里 如果是在 五色界当中 一个 普特杰罗 投身到五色界当中的时候 那必须要经过什么 经过中有的话 这个是一个什么 不合理的意思 不合理的意思 那这段话的呢 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说 什么样的普特杰罗 他投身到另外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需不需要透过这个中有这个问题 所以呢 简单的来讲的话 无色界的 无色界的人呢 不是啊 无色界的普特杰罗 他投身到下脸界的时候 必须要什么 经过这个中有 中有 那下脸界 也就是说 欲界的人 比如说欲界的人 他将投身到这个 色界的时候 要经过什么 要经过这个 中有 但是 投身 如果他投身到五色界的话 就不需要经过这个中有 他的死 死的时候 那一刻 那一刻呢 就是五色界 他已经投身到五色界 这个是同时的 好 那十一个科判 十一个科判呢 就是 去的时候嘛 一个人 死末 那然后 去人间 去天堂 去地狱 这样的时候 那 我们的这个什么 运呢 他 朝的这个方向 是 怎么样的 就是在讲这个 经中 又说 天之中有 头 便向上 就是 投身到天人的时候 我们的头 就会上下 人之中有 就是 横而去 诸作恶业 那中有呢 就是 梦向下到 什么 而行 什么 一四通说 三恶去 三恶去 这巨石论 说 人归处三 恶如自行 就是跟自己的这个 人呢 走的时候 就是 这样 竖着嘛 对不对 他不是横的嘛 所以呢 他死去的时候 也就是竖着的 好像是竖着的 这个意思 好 那 第十二个科判 接下来是十二个科判 那既然呢 有中游 的话 那他也有寿命 那这个寿命呢 他的寿命是几天 或者是几个月呢 受炼者 受炼者若未得身远 未得身远 即七日住 若得身远 则无决定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中游的受炼呢 只有七天 只有七天 那七天之后 他必须要死一次 那然后 又什么 就是 产生这个中游 这样的 就是 七七四十九天 那最长的寿命 不是 最长呢 要待多少 就是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以外 他没有办法 就是 就是活在这个中游当中 他必须要找到一个 投身的地方 他都会找到一个 投身的地方 所以呢 有些呢 他 在这个中游当中呢 只待七天 那然后死的时候 他就会什么 投身到人间 或者是天堂 或者是地狱 等等 这样嘛 那有一些呢 中游的友情 他在这个中游当中 在七天之内 还没有找到 投身的地方的话 那 还要住七天 那在 十四天当中 两期当中 找不到的话 那还 继续要住下去 就这样吧 所以呢 就是要看 他的业力嘛 要看他的业力 上面的这个业的特色 对不对 中游的四个特色当中的业的特色 有两种的讲法 第一呢 就是以 小群的宗派为主的话 任何的一个众生 来到这个中游的时候 那你 就是 你的来生 投信那个地方 已经是注定了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转变的 所以呢 不转为 什么 寻 寻什么 寻 寻香 对不对 寻香嘛 就是没有办法转变 好像是 箭已经射出去的一样 这个是 小臣的宗派的说法 那大臣 吴卓菩萨 他们的说法呢 就是有改变的 在七七四十九天当中 就有改变 能改变 所以呢 我给大家传一个 无浊菩萨的极论 因为呢 好像以前也跟大家解释过一次 有没有 大家看到了吗 二十页的 二十页的 大臣 阿弥达摩 吉瑞 无作菩萨造 三藏法师 选藏奉 好 看这个 只有 我们 这个全部不念了 中有的这个 受恋呢 即住七日 或中有 或时转 遗转 或时遗转 不可能 他一直什么 七七七 建筑下去 为什么呢 有可能 他会遗转 住中 住中游中 就是住在中游中的这个友情呢 亦能业诸 即 即诸业 在这个中游的友情 他住在中游的 什么住在呢 怎么讲 他就是在中游的时候 也能累积 即即新的业 透过这个新的业呢 他可以转变自己的生命 是这么讲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 大家记下这两句话就可以了 住中游中 亦能及诸业 亦能及 什么上面这个 或时 这个非常重要的 或时遗转 住中游中 亦能及也 所以呢 这三句话里面的 第二句 是 有法 比如说 住中游中的友情 他 有时候会转变自己的受身 为什么呢 因为 亦能及 及诸业 这个就是一个原因 因为他在中游中的时候 也可以及及新的业 由此 他就会转变自己的受身 比如说 一个人 他死去 那然后在中游的时候 虽然在中游当中呢 虽然是他在中游当中 他的命是注定在哪一个地方投行呢 就是 恶趣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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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个时候呢 能不能转变 就是他能 这个中游的人 就是 即将投身到恶趣的这个中游的友情 他有没有可能 又会转变他的头身到那个天堂呢 或者是人间呢 意思就是说 有的意思 有这样的机会 或是遗转 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他在中游当中 也可以累积新的业 资料 由此 他可以转变 那这个资料呢 我们就去可以什么 去探讨 去可以研究 那个资料 他是怎么累积的呢 只有自己 就是 自己的 就是后面 自己死的时候呢 所留下来的这些 什么 就是财务 等等 这些呢 就是人家 会帮我们做一些什么 法事啊 这样嘛 对不对 那然后呢 在这个七七四十九天当中 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为了他呢 就是修法 回向 也送 等等 这样的话 那有可能 这个中阴的友情 他的手心 有转变的 所以我做菩萨 菩萨呢 就 讲到了三句话 是什么呢 获食以转 助中油中 亦能挤 珠叶 好 那十三 三个科判呢 就是若来未得 这个已经讲过了 在七天当中 他还没有找到自己 就是投身的那个地方的话 那则亦其身 来自七七 以内而住 于此七内定得深远 这个呢 已经讲过了 一定会找到一个投身的地方 故于此后 更无安住 堪依 什么 堪依 教殿 西未说有 教比 辩久 故说 故此 更 住 不应道理 那最后 这个 一段话呢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内容 刚才在讲的这个内容 在中阴当中 即将 投身到 人间 投身到 恶趣的 这种 中游的友情 他 能逢 有这个机会 又投身到 人间或者是 天堂呢 中游 转变为 其余的 中游之力 就是有 转变的意思 如 什么 天中 天中游 七日 十极 或 乃至 十位 比 天中游 或者 转成 半 人等 中游 所以呢 在这个中游当中 他就有 转变 他就有 转变 未有 与 业 转变 适用 能转 中游 诸 种子 故 予 亦如 事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 一个人呢 他死了之后 他的这个住命呢 就是即将会投身到 这样的一个 恶趣当中的 这个中游的友情的话 那他在这个中游当中 虽然呢 他是一个什么 他的长相也就是恶趣的一个长相 那 他也会什么 投身到 本来是一个会投身到恶趣的这样的一个中游友情 但是呢 但是呢 呃 因为 就是自己的亲戚 朋友 或者是对自己有亲密的关系的这些 呃呢 就是为了他呢 就是呃 获得一个寿星 很好的寿星 所以呢 为他呃 啊办一些后事啊 或者是修法 或者是呃 什么呃 上供下施 上供下施啊 那我们人人死的时候呢 西藏呢 有见的一个 呃 就是 意识 就是上供下施 上供的意思呢 就是供养三宝 供养 佛 法 心 就是心团 供养三宝 下施呢 就是做一些布施的 什么布施啊 或者是去什么 呃 参加一些慈善的这样的活动 这就是下施 慈善的活动 这些就是下施 所以呢 呃 实际上呢 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人死的时候 为了他的什么 获得一个 很好的这个修身 所以呢 我们 都会 就是什么 上供下施 上供下施 所以 跟他有关系的这些人 为了他的这个受神呢 上供下施 所以呢 他在这个中阴当中 就是累积了子敛 虽然 虽然他第一期 他是什么 他是什么 就是恶趣的转向的话 呃 本来是恶趣的转向 但是 第一期死后 第二期的时候 那他的长相就不一样了 如果能转变的话呢 他即将能 他即将能 投身这个人身 或者是天堂的话 那他的长相就变成什么 人的长相一样 或者是天人的长相一样 长相都不一样 所以呢 在中阴当中 也就是在变化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中阴已经讲完了 中阴 所以呢 人 死了之后 那 就是 为他这个办后事 就是一个最主要的 就是对他有用处的 对他有帮助的 如果那这个人呢 他活着的时候 有什么资源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有财务这样的话 那把他的这些什么钱 或者这样做善事啊 修法 让善事什么 就是 回向了这样的话呢 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的 所以呢 他在中阴当中 能够 积极心的 这个资源 福德资源 所以呢 由此 他也 中阴的这个 这也 他会有什么 很好的这个转变 所以呢 他留下来的这些资源呢 也可以什么 上供下施 等等 那这样的话 那在中阴的这个友情呢 对他有很大的帮助的 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呢 吴佐菩萨说就是 获石 以转 这就是前法 那按照这个 按照以什么 以正念的方式来讲的话 是这样的 中阴 著中阴中的 不特切落 以伪由法 他有可能 有机会 转变 他的受身 因为 在此之间 他也可以 什么 也可以 心累积 心累积 累积 心的资源 这就是把这三句话呢 以这个什么 应成论识的方式来解释的话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书的时候呢 都可以用 应成论识的这个方式来解释 那时间也不早了 今天没有问问题的这个时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